哈囉大家好我是蒟若 這次要講的主題是 我歧視的不是膚色而是行為 每次我做跟黑人有關的影片 就有一堆人按不喜歡 說我歧視黑人什麼的 我真的很想問一句 你們當中到底有幾個 是真正有接觸過黑人的 你們當中到底有幾個 是對黑人的死地文化有研究的 還是你們在看影片的時候 都忽然覺得自己有黑人血統 你們在媒體上看到的 很多都不一定是真的 如果你有住過美國 你們都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新聞幾乎很少報導黑人犯罪 但是監獄的犯人有一半都是黑人 為什麼平均每年有六千個黑人被黑人殺死 新聞幾乎看不到 但是只要白人殺死一個黑人 就會變成頭條新聞 因為一旦你報導了這些負面的新聞 你就會被冠上Politically Incorrect 就是中文講的政治不正確 我曾經有PO過四部跟黑人有關的影片 底下的留言真的都很精彩 有人提到黑人 因為之前被當奴隸 所以才會變成這樣 不能怪他們 你也拜託一下好不好 歷史上最後一個黑奴死掉的時候 搞不好你爺爺的爸爸都還沒出生耶 也有人提到如果智商低就會犯罪 那啟治學校是不是也會出一堆壞人 在這裡告訴大家 智商低跟犯罪當然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有人智商低加愛生氣 再加衝動跟拳頭大 你就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了 還有很多人提到 黑人就是因為缺乏教育 還有幾乎都是來自單親家庭 才會導致智商低、貧囚和高犯罪率 那我請問一下 黑人離婚率高 是我害的嗎? 他們書不好要念 工作態度不好 難道是我害的嗎? 他們犯罪率高 是我指使他們的嗎? 你們以為蒟若是富二代嗎? 我就是一個來自單親家庭的小孩 我15歲就出來開始辦公辦讀了 18歲就自己搬出去住 高中跟大學都是自己繳的學費 如果你們要拿黑人的標準來套用在我身上 那我現在是不是應該在監牢裡? 絕對不是要告訴大家我有多了不起 而是要告訴大家 起跑點輸人家 並不代表你就要自暴自棄 相反的你應該比別人更努力 造成黑人貧窮和犯罪的惡性循環 是要靠他們自己本身的努力去解決 而不是去怪罪這個社會有多不公平 說到這個美國有一項針對低收入戶的社會福利制度 以前叫做Food Stamp 現在叫做 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簡稱Snap 它的出發點非常的好 只要你的平均月收入低於1265美元 或是以一家四口來計算 平均月收入低於2584美元 你都可以領到一張卡片 簡單來說你可以用這張卡 去購買麵包、肉品、牛奶、蔬菜、水果之類的東西 如果你是自己一個人 一個月最多有192美元的消費額度 如果是一家四口則有640美元 一家八口則有1153美元可以消費 當然你是不可以用這張卡 去購買菸酒類、寵物飼料、繳帳單等等的 這張卡是由政府來買單 嚴格講起來就是花納稅人的錢 每年平均大約花掉美國政府100億美元 不過厲害的地方來了 人口只佔13%的黑人 擁有這項福利的人竟然超過三分之一 根據調查 全美國竟然有高達56%的黑人 是屬於低收入戶 還有將近20%的人是屬於中低收入戶 如果這些黑人有正常的念書 有努力的工作 為什麼數據會那麼的不正常 如果黑人像那些無知的正義魔人 講得那麼優秀的話 那請問一下 為什麼會有高達87%的黑人 是來自單親家庭 為什麼考SAT的時候 只有黑人可以加分 為什麼菜鳥老師都要被分到黑人比較多的班級 為什麼古代沒有半個黑人帝國 為什麼現代沒有半個發達的黑人國家 為什麼南非交到曼德拉手上之後 就從非洲第一強國 淪落成非洲自然最差的國家 為什麼非洲中部土地那麼肥沃 但他們還是一年到晚都在鬧饑荒 為什麼整個非洲在1941年之前 只有三個獨立的國家 如果你問那些幫黑人講話的白人 如果覺得黑人這麼好 為什麼不乾脆搬到黑人社區住 房子便宜後大間 他們一定跟你說 他們現在的社區就很好了 暫時還不想換房子 如果你跟他們說 公司多請兩個黑人來當你的同事好不好 他們一定會跟老闆講 現在的工作量 我一個人就可以搞定了 叫老闆不要多花額外的錢 如果你們真的覺得黑人那麼優秀 為什麼你們不敢在天黑的時候走進黑人社區 不要嘴巴講一套 行為卻是另外一套 再來我要重申一次 我歧視的並不是膚色 而是他們的行為 我自己也有不少行為良好的黑人朋友 我也不喜歡有那種極端的留言 說什麼黑鬼去死吧 黑鬼就是人渣之類的留言 會流這種的 你們本身的修養也很有問題 最後請明白何謂平均值 不要再回那種什麼歐巴馬都可以當總統了 還是什麼排檔桿就是黑人發明的 那個某某律師就是黑人之類的 照你們的邏輯 全美國的律師、醫生、科學家 是不是也應該有13%的黑人 關在監牢裡的黑人 是不是應該也只有13% 如果我說黑人的運動細胞很強 唱歌很好聽 你會不會認為是 全天下所有的黑人都是這樣嗎 那當我在講黑人智商低、犯罪率高的時候 你怎麼會蠢到我是指所有的黑人 這就是平均值的觀念 橘肉做影片是希望大家能夠了解真相 不是要你們在底下吵來吵去的 每個種族都各自有優缺點 絕對沒有誰比較優秀、誰比較低劣 但前提是 對這個社會沒有貢獻 至少別危害這個社會 一個種族會被人歧視 絕對是有原因的 這次的個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肉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肉碎碎唸 我們下次 見 見